姆巴佩延续了她在世界杯上的好状态 在世界杯决赛结束一周多的时间 她能够迅速调整状态 在俱乐部同样能够帮助球队进球 比赛结束后姆巴佩的心情还是不错的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有记者问到了 她被阿根廷门将大马丁嘲讽的话题 毕竟当时大马丁庆祝的动作 有一些是针对姆巴佩的 不过这位24岁的巨星回答的还是非常完美 29号凌晨姆巴佩捕食绝杀帮助大巴黎击败斯特拉斯堡 赛后姆总接受采访谈到了 阿根廷对夺冠后的庆祝展现了姆总的格局 此前卡达尔世界杯决赛上姆巴佩上演帽子系法 梅西没开二度 但是在点球大战中 姆巴佩的法国队吸败梅西的阿根廷队 无缘未免冠军 赛后回到更衣室 阿根廷队门将马丁内斯和队友们一起庆祝时 高声嘲讽姆巴佩 为姆巴佩默哀一分钟 而在阿根廷队夺冠军中 马丁内斯还拿着一个姆巴佩哭丧脸的玩偶庆祝 大马丁将姆巴佩的哭脸玩偶抱在手中 而姆巴佩的大巴黎队友美西就站在他的身边 在今天凌晨 补食打进制胜点球之后 姆巴佩在混合区接受了采访 接着问他 你有没有和梅西聊过阿根廷队 在世界杯夺冠后的一些庆祝活动 其中有一些是针对你的 姆巴佩对此淡定地回答道 世界杯决赛结束后 我和梅西简短聊过 我祝贺了梅西 因为世界杯对他来说是一生梦寐以求的事情 对我来说同样如此 可惜我这次失败了 但我要做的是永远努力保持优秀 谈到阿根廷队的进入时 他表示这并不是我关心的问题 我从来不会在这种微不足道的事情上浪费精力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 为俱乐部付出并贡献最好的自己 我们将等待梅西回来 这样我们将继续进球继续赢球 此前巴黎生日尔曼主教练加尔蒂确认 梅西将于1月2号或者3号回到大巴黎报道 对此网友们纷纷表示 母总未来可期 小龟这回答可以的 母总带着小梅拿欧冠 母巴佩和梅西关系其实一直还好 上个赛季还给不熟悉的梅西喂饼 这个赛季吃梅西的饼也很开心 母总确实越来越成熟了 大马丁也是不该 有情商有技术 如果能够保持长时间高水平竞技状态 再去西甲或英超 第一个欧冠球王也不是不可能 格局大了 一 祝福梅西 二 不懈某些行为 真的是超出了同龄的成熟 包括他宁愿罚款也不解释 媒体采访突然成熟了 毕竟之前也拿过 其实母巴佩的态度很正常的 本来就是一群半文盲 兴奋的时候随便口 还没有啥值得上纲上线的